我們的週期跟震動 這邊有點那個 那 有點那個 我盡量講的科普一點 自然震動週期 物體受到外溢的腦洞 產生規律的反覆運動 那震動一次反覆的時間 成為自然震動週期 從一個週期 從A點回到A點 我們就要一個週期 從A點搖擺 從C過來 搖到C再回到A 就一個自然震動週期 好 那房屋的震動週期 房屋越高自然震動週期越高 好 側震也會擺到樓頂 你看像單白 我問你 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問你 房子會破壞在地震 地震來的力量是水平力量 會破壞是在頂樓還是底樓 各位用很簡單的道理來看 你把它看成Centy Level Beam 懸壁梁 橫著看 懸壁梁受到一個外溢作用的時候 是不是這邊的彎距最大 對吧 如果這個還不會算 你算到結構學 我就該檢討我自己了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看它承受的 不管是彎距 或者簡歷 簡歷應該是差不多啦 分成簡歷 這邊受到彎距最大 受到便位錯動最大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哇 變位錯動在這邊 講錯了 這邊變位錯動最大 這邊受到彎距最大 它當然這邊最容易壞掉 好 這是很簡單來看 把它看成一根梁來看 好 那房屋有它的周期 講周期的時候 就是能量對應周期的分佈圖啦 就自然周期大概是0.57秒啦 房屋的自然周期啦 如果地震的震動能量 跟房屋的震動周期 自然周期疊合的時候 會產生共振了 共振就會 這個搖擺就不停了 結構物的破壞非常快 所以如果我們地震周期算才是0.57秒 很多結構物就完了 所以這邊算很多結構物喔 樓層數除以10 五層樓除以大概是0.5秒 10層樓大概1秒 20的時候大概2秒 所以這周期如果符合上了 算自然震動周期 也是要知道說 這什麼時候會被破壞 好 這是101大樓 它那個主紀錄器在這裡 然後呢 它有一個你看喔 共振效應 就是你盪鞦韆的時候 如果這樣擺的時候 往後的時候身體往後傾 身體往前傾會共振 如果後面的人 再加一個力量的話 共振會更大 所以共振會讓 外力作用的周期 跟物體本身周期 相同的時候 就叫共振 好 那共振越大 你看推外力 本來是這樣 一推越來越大 那這個越大就會破壞 好 那你看喔 尖硬的土壤上面 周期比較短 好 那低矮房屋跟周期相近 低矮樓房變形程度相對比較大 好 所以周期嘛 那 換到普通的地盤上面呢 震動周期比較長 跟中高樓層接近 所以它的樓房變形比較大 就是共振 如果是鬆軟的地盤上面 震動周期比較長 它就容易破壞 所以這邊講了三個現象 低矮樓層 在堅硬的地盤上 比較容易受到地震影響 那普通地盤 中等樓層 十二樓 十五樓 那這高樓層 在鬆軟的土壤 通常我們土壤都蠻鬆軟的 不是很好 所以住高樓大概就很容易發生 那這是台北盆地裡面的盆地效應 這是地表震動能量分布圖 那這就是地表加速度 這車龍浦斷層 有沒有看到 從斷層帶 從正央 正央在這裡 你看指向正央的方向 有沒有 一下往這邊 一下往這邊 這是地震 地震每個側站出來的數據 畫出這些線條 這叫做那個 GPS觀測的結果 這張圖會講到什麼叫扭轉 各位看 你知道這個加速度不同的話 造成地盤會產生Torch 那這個Torch的時候 你看這邊彎那麼大 變形那麼大 它自然而來會把房子這樣做扭轉 那這扭轉對住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這個影響大到就會變這樣 這就是被它震動給扭壞 所以有時候看到它破壞 不是說地震怎麼樣搖 那地把加速度太快的時候 會成這樣一個破壞 這各位大概了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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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谢谢大家